开心接下结业证书 台北市中山区新一名朋友参加手工造课程 运用印尼椰浆 马来西亚红棕旅游等天然植物萃取 练制一块块可爱造型的肥皂 不只清洁还有保养功效 越南的斑南叶皂 我们就会取它天然的绿色 而这个绿色是不会褪色的 我们用直萃的方式 还有印尼常用 他们在很多的饮食料理中的椰浆 也就是你们的烟奶 我们把它露照之后可以让它 手工造的喜感更温润 湿疹就会反映在皮肤上会骚痒会痒红肿 那因为我听说有这个手工造的课程 那我就觉得说它是天然的一个好东西 对 所以就会享受来参加学习 天然手工造使用无负担 中山区公所邀请直萃达人开班授课 丰富新一名日常生活 同时也能学习一技之长 为创业提前做准备 此外参加课程还能认识新朋友 分享彼此生活经验 让我们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新住民 可以在这里齐聚一堂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那手工造的课程因为牵涉到新住民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 他也可以馈赠他的亲戚朋友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开业 如果他对创业有兴趣的话 新移民课程丰富多元 即使是在出游忘记的暑假开课 依旧吸引许多新移民朋友报名 中山区公所希望透过课程训练 可以帮助新移民融入台湾生活 找到自我价值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